最近换了个新手机 后来发现很多应用都需要双重认证 今天我们讲一下怎么把Synology这个双重认证的QR Code 把它加到它的确认的应用程序里面 在iPhone上面 首先当你拿到一个新手机 本人的情况就是说 登录上去里面什么都没有 账号什么都没有 这个时候得确认一下 我们有注册了Synology官网的账号 我们的新手机也可以收到简讯 下一步就是登录官网 用你注册的邮箱邮件登录进去 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奥重确认的界面 我们选择下面的Try another method 这个时候它会提醒你我们可以用简讯来确认 用SMS来确认一下 当输入你的新的号码之后 你会有一个它的确认的数字号码 就可以登录它的官网了 登录官网之后呢 它有一个Sign in Security 这个在你的右边栏 之后在中间呢 中间栏会有一个2FA 你选择这个Change recovery phone就可以了 输入你的新的手机号码 之后呢你可以选择Pure device 有这个选项 它会不停的按next next next 就会有生成一个新的QR code 这时候呢用你的Synology的 oh this is typo sy Synology这个Security sign in的app scan这个照一下这个QR code 就可以加进去了 接下来呢你就可以用新的QR code 登录你的官网 输入这个确认的六个数字号码 来试一下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 下次再见